白树本是修仙界杜劫大佬 修仙万年准备飞升仙界 谁料天道不公 竟以仙界人满为由将其拒之门外 愤怒之下白树见斩天道 硬生生地将天地化为两半 强行闯入仙界之内 不过带其醒来之时 竟被两个小混混肆意殴打 白树起身一个抬嘴便直接踹飞翼 紧接着便发现自己的灵力全无 而对方明显使用出了一种超出自己认知的力 不过在白树的轻巧身法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 随着两个混混的逃走 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忽然就钻进了白树的脑海 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名叫李赞 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 被母亲的好友柳依然设为养子 而因为年幼病患 患上了一种名为自闭症的疾病 以后便成为了众人欺负的对象 白树此时明白自己的强行斩天并未成功飞升 反而化作凡人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那么以后就让自己以李赞的身份继续生存 也不知道这具身体是否适合休闲 就在他还在继续思索的时候 一声焦急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不远处急匆匆的跑来一个容貌交好的红发少女 而他正是李赞养母的女儿祭祀 每次李赞被人欺费 他都会出手相逐 望着自己玩好如初的手 李赞一阵恍惚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操闹 会不会就是我理解的心术 少女眼见李赞闷不作声 直接一个脑瓜崩弹来 怎么不说话呀 被人打赏了 李赞哪里受到 一阵傲气李赞 区区凡人 哪里伤得了我 如此中二的语气 让记载一阵无语 这家伙是自闭症 便妄想正的 随后少女便玩起李赞神 一路之上 李赞发现这个世界兴起无止 高楼大厦急插云霄 路上满是一种铁皮盒子 没有仙术也能飞行千里 而这个世界的力量 便是由超能主导 也不知修仙之路是否还行 不过纵使前路未知 必是重修 我也必达成飞升宿月 修仙的遇上喜欢的妹子咋办 当然是点个穴位 就带回宿舍了 就在刚刚 李赞跟随记车回到家中 一开门便发现少女脸色忽变 只见房间内走出一白发男子 正是记车的父亲记成天 而房间内明显就闹得很不愉快 母亲柳依然大声地呵斥着 让男人滚出去 而记成天一副无所谓的影子 还想伸手摸摸女儿的头 却被记车一把挡了开去 而在李赞的记忆当中 这记成天就是个人渣 饲养了小蜜之后 柳依然就与其离婚了 现在出现在这里 怕是以后都不得安生了 之后李赞随便找了个借口 来到了小区公园 自己这具身体 必须尽快修炼太多 坐在长椅之上 李赞的嘴上念起了无名口诀 随着一声声口诀的响起 天地间的灵气开始疯狂涌动 纷纷朝着李赞的身体 不过吸收着灵气的少年 却是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 这个世界的灵气竟如此细致 哪怕自己用尽全力 也只能凝聚三到一 不过为了飞升成仙 就算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随着吸收的灵气越来越多 少年的身体竟如火焰一般燃烧了起 李赞一阵恶然 没想到这具身体 居然还是先天到处 在灵气如此稀薄的世界 眨眼间居然有了 炼气五红的修为 就在此时 李赞面前忽然就跌倒一个魅力 颤颤巍巍地向其伸出了小手 哥哥 救救我 一个沙马特紧飞气候 小子 少管闲事 给我滚远一点 李赞微微一笑 无论身处何处 都不缺蠢货和人渣呀 沙马特自身乃是二级超名 听见这话哪里能人 地照连锁闪电 直接是 眼见闪电即将批倒 李赞的双眸一鸣 发出莫名的含 整条闪电竟化作了一条十字冰条 紧接着便是一记勾拳 直接交混混做人 而就在此时 李赞忽然就被一双御手团抱了起来 妹子不停地袖着李赞的衣服 大哥哥 你的身上味道好好闻啊 李赞回头一看 正是刚刚的少女 可体内的血脉流动异常 很明显是被人下药了 她立刻回身 用右手将少女拉开 左手与指尖运起凌厉 一套罗长十三节 点在了少女各大学位 而少女也是 直接就昏倒在了李赞的怀中 此时边上出现一人 浑身上下火焰缭绕 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的妹妹 想到三级超能者的权力一击 竟然连李赞的周身都无法靠近 就在李赞将顾天真点晕之后 妹子的哥哥顾天爵 也出现在了公园 看样子便是误会了 小李子有什么非分之心 李赞双眸一鸣 又是一个超能者 就在此时 顾天爵拳头散发出悠悠火焰 一个剑步便直奔二人而来 李赞随手便将妹子往凳子上一堆 紧接着不急不忙的往边上闪 虽然自己的修为只有练气舞蹈 不过这群低阶的超能者动作 此刻在他眼里 针灸和慢动作一遍 李赞随手抓住了顾天爵的手段 力气之大痛的顾天爵 超能之谱都灭了 随后又是一个过肩摔 将气砸在大树枝上 并上前用脚狠狠地踩住头 顾天爵满脸猛逼 此人的速度太快 自己完全没有招架值 难道是超能学院的人不常 李赞满脸杀意 听说你刚才要杀了我 顾天爵用力地挺起自己的头顾 你羞辱我可以 但是欺负我的妹妹绝对不行 李赞毫无波动 看样子这家伙是要使出绝招了 随着火焰刺散爆发 李赞也是向不远处退去 顾天爵的身上燃起雄雄火焰 右手一朝烈焰星火急射而出 不过李赞却毫不在意 天生倒体自带结界里面 这种程度的火焰根本进不了身 顾天爵眼见自己攻击无效 而李赞又不像使用了超能量 只能大声地质问李赞到底是何人 不过李赞却完全没理会他的意思 反而说着让顾天爵先关心下自己 他马上就要自爆了 果然话音刚落 顾天爵的心脏便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 无数的热气从其身上喷涌了出 李赞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 左手抓住顾天爵衣服 右手两指合裸 重重地在顾天爵身上顶三下 紧接着便怀抱双手站在一边 顾天爵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这是在救我吧 李赞轻轻地合上双眼 你我本就是雾门 念在你护媚心前 你的命我就暂时不收了 此时顾天爵缓缓睁开双眼 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刚我在酒吧误喝了带有迷药的酒 就是这位哥哥救的我 文言顾天爵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跟李赞表示了歉 而李赞之时随便摆了白手 表示误会解除就好 自己还要回家 此时一阵爽网笑声传来 一名坐着轮椅的白发老头出现 而他正是顾家当代家主顾 本想着邀请李赞前去顾家做口 却被少年给无情地拒绝 不过老头也没在意 只是叮嘱兄妹二人不得将今日知识传出 因为他深深地明白 李赞也许就是顾家大兴的希望 靠衣上马靠安 就连修仙者也毫不例外 第二日清晨 李赞跟随祭祠来到了亚军大学 周围的同学看见李赞都大吃一惊 那个帅哥真是李赞吗 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过也有好事者在背后议论纷纷 凭啥一个傻子就能勾搭上笑话 李赞毫不在意 原主确实无权无视 身患疾病才成了这些全是子弟的欺负对象 不过如今换成了自己 如果那些没脑子的还挡过来 定要他们好看 然而麻烦永远来的都是那么及时 一个大金链子带着小弟就出现在了李赞面前 身后的小弟赫然就是昨日被揍的面 大金链上来就一把揪住李赞的衣服 我们来算一下昨天的账吧 李赞脸色一了 左手用力的一颖 把你的臭手给我拿开 大金链只感觉好像自己的手被卡车压过你 痛得都快没有知觉了 边上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这傻子连陈虎也打过 确实不要命了吧 原来大金链本名陈虎 乃是本地黑帮之一陈姬党 而自己也是武艺超能人 平日里就嚣张拔护惯 此时吃了大亏哪里可乱 大手一挥便让小弟拥而上 祭祠生怕李赞吃亏 直接闪身挡在了少年的身体 这里可是学校 太放肆了 小卡拉却不管不顾 直接就对祭祠挥拳 五哥父亲可是孝典之一 我们五哥就是规矩 李赞瞬间搂住了祭祠的软腰 一把就拉到了自己的身体 轻易的接触令少女的心轰轰乱 随即李赞抬起左脱 一脚便将面前的小卡拉踢飞 不过身后另一个小弟 却紧握拳头斜 李赞回身一击却打淡了空气之身 而小弟的身形 却是出现在了少年身后 李赞不动声色 这个术法与前世的御风术好色 借风而行 随风而动 不过只可惜 须有七秒八 陈虎见小弟都败下阵 明白最后还是要靠自己 随即手上冒出金光 一拳便向一旦洗去 自己身为万金堂少主 自幼便严习异能 要光泉远超同级威力 对付这种刚觉醒超能的菜鸡 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然而陈虎下一秒便察觉到了 自己信心十足的一拳 竟被李赞用一根手指 便完全地挡了下来 而李赞的形象 也在陈虎的眼里无限地放弄 几秒之后 校园的地板上 多出了一句奇怪的人形怒 而祭祠也是欢快地跑向李赞 紧紧地搂住了少年的手 太好了李赞 已终于觉醒了超能 而更让李赞没有想到的是 少女居然在此刻 轻轻地吻上了自己的脸下 傍晚的一间酒吧 万金堂的堂主 沉积不爽地抽着雪茄 听说你们被一个傻子给揍了 小人你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 好的堂主 少爷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文刚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李赞仅是轻轻一急 便打出了剑仙般的风台 就在第二天放学之后 祭祠便带着李赞准备回家 一边走还一边啰嗦 李赞不应该那么重复 好端端地去招惹城虎干嘛 就在此时 李赞忽然发现 边上大厦的玻璃 开始剧烈地轮动 这个病全部碎裂了开来 李赞一把就将祭祠拦在了身后 并使出灵力将附近 所有无关人员隔离 让他们免受碎玻璃的伤害 此时的人群也才反应过来 纷纷开始四处逃散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出现在了眼前 正是昨日酒吧里的 意念系超能主任无空 祭祠还想拉着李赞离开 毕竟看刚才的爆炸 就知道对方是个操控者 远不是刚觉醒超能的李赞所拟 不过任无空却完全没有 放李赞离开的意思 双手散发出阻刺的力量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李赞死死地抓到了 随后将其重重地摔在边上的象征 一个地暴天心就给埋了起来 祭祠大声呼喊 混蛋 居然把李赞给害了 任无空右手一抬 别叫了 虽然你不是唐主的目标 但我不介意手上多沾点血 话音未落 任无空便发现了不对 李赞竟从碎石堆里蹦了出来 煞内间便手持一根 罗文刚迎面而来 任无空当即就惊呆了 这小子怎么得毫发无损 随即手上又散发出阻色光芒 准备故技从事再来一次 李赞哪里还会点击 双目灌注灵力便施展了一招人决士 在他的视角之下 任无空的招式被看得一清二楚 两只无形鬼手正向李赞伸来 李赞伸行枉然加速 直接将鬼手给撞了四分五裂 任无空口吐鲜血 自己的绝招为何就忽然失去 不过自己的念力还原 凭着石块就能让对方吃不了多种 可惜李赞的强大远远不是任无空能显示 身形凌空使用罗文刚便施展一招剑 所有的石块都在空中纷纷碎裂 随后任无空更是被一剑斩倒在地 李赞习惯性地回首插剑 术法可以但不休肉身 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 任无空强撑着最后的意志 也得一小子得罪了万金堂 堂主必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顾天爵带着顾天真闪亮灯场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何人 敢动我顾家的贵客 想到李赞居然是个老色批 被没认识两天的妹子就伸出了贤猪手 妹子不但没有嫌弃 还顺势就导入了李赞的怀中 就在刚刚李赞解决完任无空之后 却被对方放出豪言不会放为少年 此时顾天爵带着妹妹闪亮灯场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顾家的贵客 而顾天真更是不管不顾 直接上前便抱住了李赞的手 完全无视了站在一边的祭祀 李赞见状只好轻轻的推开了顾天真 表示自己根本和他们不熟 顾天爵也是一把就拉过了自己的妹妹 让其不要冒犯了高人 看到这里任无空的脑子都不够用 顾家乃是名门世家 其势力渗透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 在苍京市乃是首之一指的顾家 而如此只手遮天的顾家 居然对李赞这个小子毕恭毕敬 李赞却对此无限一步 就像是丝毫不把顾家放在眼里 想到这里任无空连连下跪磕头 言明自己一切都是沉积之时 还望李赞能网开一面放自己好手 顾天爵闻言便想起了沉积这人是谁 当年只是自己舒服坐下地面 离开顾家后创了个小道派混合办事 想不到居然惹到了贵客头上 这事就交给自己出路 而李赞并不想要个顾家出路 眼神一冷便让人无空违 并怠话如果以后再来骚扰后五字 顾天爵眼见此间舍 便打算邀请李赞请去顾家 好为上次之事表达谢 而李赞想都没想便不是拒绝 只留下满脸猛逼的顾天爵不知所 顾天真急忙上前拦住李赞 表示就去家里看看 爷爷对李赞赞不绝口 李赞本来不想答应 却又忽然改变了主 地板就将顾天真搂入了怀中 少女满脸娇羞之意 嗯 这是要做什么呀 随后李赞将闲珠手伸出 看得边上计刺毛都炸 顾天爵憋笑其中 看来高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诱惑 就在众人响入非非之时 李赞却从少女怀中 掏出了一个项坠 没错就是他了 这绝对是修士的法宝 顾天真眼见李赞对项坠感兴趣 立马表示此乃爷爷收藏之物 家里像这样的宝贝还多的是 文言李赞思索了一下 便同意了前往顾家之心 而顾文在家中早就得到了消息 备好韭菜等待二人 一见面便热情肆意 表示李赞前来令自家蓬毙生辉 李赞也不客气 直接便掏出了顾天真的项坠 询问此物从何而来 老人思索了片刻之后 便让天爵兄妹招待祭祀 而李赞则随着自己前去密室参观 而就在密室的门口 李赞忽然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事情好像有趣起来了 没想到凶神恶煞的地狱犬 竟也有乖巧温顺的一面 就在刚当李赞随着顾文进入密室 里面珍藏着这些年来顾家收集的奇珍异宝 不过李赞只是眼神微微扫过而已 东西确实不少 但也就是练气七小修士看得上的玩意吧 顾文心中一惊却不露声色 这些宝贝不知道花费了贵家多少兴讯 没想到竟无法入这个少年的法院 幸好自己还有一屋 虽然不知道如何使用 但希望李赞能看得上 看着眼前的戒指李赞微微一行 先前熟悉的气息正是来自此戒 顾文随即表示此戒曾受到过冲状 戴上他的人轻则精神失常轮为风 重则会被神秘的黑眼焚烧带子 李赞眼神微微一瓶 看样子这小老头是在试探我 随即便表示此戒并非什么骤戒 其真名乃叫无拘 话音一落 金红色的戒指便应声而出 直笔笔的飞进了李赞右手的中指 与此同时无穷无尽的黑眼忽然出现 以戒指为中心环绕在了李赞的周身 顾文大惊 小友 千万当心 然而下一秒老头便发现了神奇 无数的黑眼环绕周身 李赞却丝毫没有不适的表情 看来这少年就是我所期待的那人 李赞盯着手上的戒指看了半天 无拘戒 虽然算不上智宝 但是对眼下的我无疑是一大人 随后少年紧闭双目 神识则进入了腹界之中 血色的大地之上一轮血液高挂 身后传来了一阵一阳波 李赞黄访回头 一只名誉三手犬正恶狠狠地看向他 要知道三手犬当年乃是极凶之手 就连自己的师父才勉强收服一只 不过这只名弦已经修为散 只剩下一缕残魂苟且戒指 三手犬眼见有人侵入自己一盘 直接跳起扑向少年 李赞凌厉爆发 口中吐出一声跪响 三手犬庞大的身躯竟从半空掉 结结实实地砸在地面之上 李赞脚踏血火走来 臣服于我 或者死人 三头犬眼见少年如此强势 吓得直接就献出了真身 李赞一把就拎起了狗子 记住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 以后若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随时都可以将你的魂魄碾碎 想到三头犬初次登场 收拾的就是顾家之人 就在刚刚李赞收服了三头犬之后 神识也是回到了现实世界 早已等待多时的顾文欣喜落空 小友 你果然就是老朽要找之人 话音未落 顾文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整个人瘫软在了轮椅之上 手上的仪器不停地发出警报之声 患者生命体征顾文 继续采取医疗措施 李赞上前轻大脉脉 凌厉灌注双眼内视老者 久病成疾五脉鱼鸡 明显是红杏根之毒 没想到顾家势力如此巨大 竟还有人敢下毒谋害一家之主 此事本来与自己无关 但是看在无拘界的身上 李赞还是决定保护文医 就在李赞准备救治顾文之时 不然就从边上窜出两口 口中大声喊父亲 身穿褐色衣服的胡扎男一步上起 混蛋 快放开我吧 而一声模样的男子 则是掏出听诊器 不停地观察着顾文的情况 胡扎男半蹲在地 你要对我父亲做什么 李赞很是无语 能干什么 当然是救他的命 胡扎男直接暴露 你真当我傻是不是 你分明就是想对老爷子图谋布 李赞一阵无语 不识好歹的子 不天觉兄妹也在此时感 二叔 你怎么和爷爷起来的高人吵起来 胡扎男眉头紧重 一个毛头小子还高人 我看老爷子真是 居然会相信一个江湖骗子 随后男人回头 便转向医生一样的男 安德鲁拜吞 名为安德鲁的男人也废话 直接召化了水质元素 随后便开始治疗起了老人 李赞却对此失之以理 遇水入体治疗内伤是不错 但现在这老头乃是容不入买 这招根本没用 我不弃然 下一秒顾文便直接口吐歇齐 整个人的生机为敏下去 安德鲁双手一摊 抱歉了顾先生 家主目前的症状太过不安 我的超能也无济于是 还是给顾老先生准备后事吧 胡扎男闻言却没有怪罪安德鲁 反而转头怒斥李赞 表示肯定是少年搞的鬼 李赞上手环抱于胸前 你这阻止我看病 到底是真关心老爷子呢 还是别有用心拖延时间呢 胡扎男被李赞的一番话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命令身后小弟上前抓住少年 李赞面无表情地打响了响指 出来陪他们玩玩吧 来自地狱的恶犬 胡扎男见到三手犬的瞬间便贪软在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赞的眼中散发出无尽微压 端正你的态度 否则后果自负 他下针灸果然名不虚传 就连超能治疗者也赞不绝口 此时李赞召唤出三头犬将顾达明镇主 随后自顾自地走到顾文面前 虽然这老头气血两虚 不过只要虚实相继 通经活络 他体内的毒素便可化解 随后李赞召唤出九根金针立于胸前 此番招式令的天爵兄妹震惊不已 只有顾达明双手抱胸 表示装神弄鬼的只有小辈才会相信 李赞单手掐绝 九根非真齐齐飞出 顾偏不已的射镜顾文各大学位 边上观看的安德鲁不然惊呼 难道这就是华夏针灸 眼见顾天真满脸不停 安德鲁随即表示 针灸乃是华夏针级医术 使用得当可令患者疏通经案 不正确计 只是静待治疗系超能崛起 这种古医术便失传了 李赞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小外国佬还有点见识 而顾文体内的淤泥 此时已经全部被逼到了心脉之后 李赞左手凌厉灌主 随后猛然发力 顾文受到外力挤压 一口红中带黑的老邪肚 天爵兄妹赶忙上前查看爷爷的状态 顾达明在一边冷言冷语 看我就知道他治不好老爷子的吧 就在此时顾文的眼睛缓缓张开 神清气爽的感觉让老者欣喜若狂 随即便双手抱拳向李赞表示 李赞表示不必在意 只不过礼尚往来而已 以后再有人下毒 你也只能自求多福 听闻下毒两兄妹都震惊不如 不过顾达明却尚前不失 老爷子的腿就是研究超能瘫痪 哪里有什么人下毒 闻言顾文忽然想到了什么 从怀中掏出一瓶紫色液体 表示这是二儿子准备的药 想让李赞检验一遍 也好证明顾达明的清白 安达鲁也在一边不痛 顾尔先生说过这样乃是天然药材之症 喝了不会有汗 此时顾达明大胆荣 直接掏出手枪便想将安德鲁击杀 不过有人比他更快 李赞飞速上前就将此弹给接了下来 另一击将手枪斩成了两段 而他的衣袖也在指缝碎裂 露出了红色斑痕 顾文怒合 达明你这是何意 李赞悠悠说道 顾达明手上的斑痕 乃是研磨红性根势 日积月累通过肌肤深入体内 虽不致命 但是也没几年好过 顾天真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层里 虽然二叔成天吊了锅铛 但这种下毒是否的事情 他是怎么做得出来的 顾文轻推轮椅上前 下毒是否污蔑他人 顾家容不顿你 你还是去督察司 好好地长长记性吧 随着顾达明被人带走 顾文又看向了李赞 抱歉了小友 管教部周出此闹剧 还有些事我想与小友相谈 李赞一阵诧异 随后便见到顾文一脸严肃 小友 你可知这无拘界从何而来 在超能世界也是有修仙者的 而无拘界的出现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此时李赞随着顾文来到了书房 老者随即将一叠照片 摆放在了少年眼前 而上面赫然显示着一座完整的动物 顾文表示自己多数的收藏 包括那枚无拘界 其实都是出自此动物 李赞看着照片暗暗思索 如此规模的洞府 说不定能有助自己修炼之物 于是便询问顾文洞府如今在何处 不过顾文接下来的话 却让李赞压口一眼 老头表示自己的手下 在探索时不小心触发机关 导致整个洞府自火崩塌 李赞一阵沉默 顾文健壮又表示 如果少年有虚心 自己将鼎力相助 为李赞找到其他影响 李赞不解 你一介超能力研究者 却助我修行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顾文常叹一口气 想当年老朽对权力和金钱 趋之入 认为拥有超能的话 便能将二者接纳入囊中 为了自己的欲望 竟不惜以自身来研究超能 但是随着对超能的失利 老朽也意识到了 超能存在巨大的缺陷 可惜当时我利益薰气 无视了风险决定将研究继续 但却不曾想我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却早已站在了深渊之内 所以超能绝非人类能掌控的力 老朽担心天真天觉会纯导复权 便一直私下研究 补修秘书探究 老朽也不敢从小友手中所修身 能帮到小友便是我顾家的福气 但小友空闲时 若能指导天真天觉一二 我顾家今后为小友事的 礼赞缓缓起身 将照片放于桌上 找到遗迹 才有资格谈论条件 万经堂内 一个落寞的身影 坐在一片狼藉之中 顾名所以的陈虎一进门 便高喉老爹 有没有帮自己抱着 随后一张满脸是伤的脸转过 一回头便给了陈虎狠狠一个衣服 他喵的 都是你的王八独 惹谁不好偏偏惹了那个李赞 片刻之前顾家带着人来我们酒花闹事 还扬言此事没完 你明天就去给我赔礼道歉 第二天亚军大学内 继次询问李赞昨天到底和老头聊了什么 为啥去的时候一脸严肃 送你出来的时候确实满面春光 该不会是你们做了什么交易 让你去当上门女婿啥的吧 就在李赞满头雾水的时候 边上忽然传了一阵吼声 陈虎竟带着小弟飞快的走来 边上的人议论纷纷 昨天李赞揍了陈虎 看样子这是算账来了 不过下一秒中人 确实跌破了眼睛 陈虎居然和小弟 齐刷刷的跪倒在李赞面前 嘴上还喊着自己知错 望李赞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小弟计较 李赞也不理会 只是淡淡的说了个鬼子 便和祭祠自顾自得离开 就在此时祭祠的手机 传来了短消息之声 少女拿起一看却脸色大了 只见手机上一位 名叫东方元朔的人 发来消息 小慈我想你了 这周六咱们聚一聚吧 李赞本是一代剑贤 剑批天门却误穿超能世界 幸好穿越之人 乃是先天道体 修炼起来如鱼得水 不过今日青梅竹马 却被人强行带走 而丝毫不知情的李赞 还在操场修炼 随意散发出的气息 便将几位同学差点带走 还好李赞及时地收回了灵力 这才让同学幸免于难 李赞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拳头 没想到此界灵气 居然如此欺负 能修炼到练起七层仪式极限 接下来就要看那个老头子 能不能寻到一处口地 就在此时柳仪的电话过来 李赞接起才知道 祭祀居然被其父体带领 去了一处酒店见人 而在德鲁酒店的内部 西装革履的继承天 正带着祭祀缓步前行 边走还边搂女儿的肩膀 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帮忙 以后绝不干涉祭祀母女的手 随着大门缓缓地打开 一张俊俏的脸庞出现在了眼前 正是东方家的少主东方元朔 而在酒店的外围 李赞却被几个保安拦在了大门口 表示自家酒店今日不对外开放 李赞脸色一朗 充满杀意的眼神看向对方 祭祀在哪里 保安队长脸色一黑 眼前的少年看样子来者不善 口中的祭祀莫非 就是东方少爷请客的那个女孩 那样的话绝对不能放他进去 随后保安队长便打起了 表示自己不知道祭祀是何学 而且自家的德鲁酒店 也不是少年说闯就能闯 李赞哪里啃子 口中重重吐出两次 让开 眼见少年不肯让步 保安队长随即便喊出了重心 准备将少年脸狠狠教训 不过各种武器 就连李赞的护身钢器都无法 一个灵力爆发便让众人原地起 此时陈姬带着任无空走 大门 保安队长连忙解释 是少年在门口闹事 陈姬并不认识李赞 口雕雪茄便上前准备停息 急得后面的人无空都脸色发青 随后人无空上前告知了李赞的声音 惊得陈姬雪茄都掉在了地上 王上田陪着笑脸道歉 而在得知李赞前来乃是寻找祭祀之后 陈姬大手一挥便告知季小姐正在底层 让保安队长带着李赞前去 任无空惊讶地看着堂主 这样把李赞放了进去 东方家肯定不会饶了万金讨的 陈姬深深地吸了口雪茄 难道不放李赞进去 顾家又会放过咱们吗 快去通知顾人 最起码要把顾家这种人情到手 王文在超能界有一种秘药 喝下他的少女将全心全意地爱上眼前的男人 而就当男人以为计谋即将得逞之时 王文却被人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打开 李赞满脸杀意地走进来 我来带几次回家 原来就在两分半前 继承天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自己的女儿已经送进了套房 看样子以后继家的好日子就要来 毕竟牺牲一下自己的女儿就能换来若大的事 想到这里继承天的嘴角就忍不住露出了笑话 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边上 继承天边喝咖啡便自言自语 也不知万金堂怎么办事 居然连一个傻子都拦不住 随后更是起身让你干直接给他 别坏了自己好事 谁要下一秒一双大手便死死掐住了继承天的脸 出卖自己的女儿 简直桑尽天良 枉为人福 杀你真是脏了我的手 而在套房的东方元硕此时毫不知情 还想着怎么调戏继次来着 不过却被少女一把就打开了手指 本以为父亲只是叫自己来陪东方家少爷吃个饭 现在看来就是自己想多了 东方元硕也不在意 表示祭祠要走他并不走 不过就这样走掉的话 有没有考虑到继承天会怎样对待你情 随后东方元硕倒了一杯红酒 表示其实今天叫祭祠来只是想放下心结 只要祭祠喝下这杯酒日后便不行 但少女根本不知道的是 这杯红酒乃是超能贱秘药醉新 只要喝下去后便会全心全意地爱上面前的他 就在关键时刻 包间的房门居然被人给一拳封锁 李赞带着无尽的杀意走进来 我来带祭祠回家 祭祠欣喜无敌 一下就跑过来 李赞你怎么来了 东方元硕爱慕祭祠那么多年 当然知道李赞只是个傻子 随即便缓缓起身 左手凝聚寒冰之力 趁着两人不被变一拳封锁 臭傻子 这是自己找死 李赞不为所动 只是将灵力稍稍地扩散开局 便将东方元硕直接弹飞 整个人重重地撞在酒柜之上 李赞缓缓抬起右手 冒犯我的女人 必须给点教训 随后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不过东方元硕却是毫发无伤 只见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顶着巨顿的男人 正是东方家的宝镖 九级能力者古通来 超能力是金属衍生 可以变换出任何钢铁武器 东方元硕眼见古通来登场 嘶吼着要李赞碎尸外端 而他却顾知的是李赞此时正健烈兴兴起 差不多练起巅峰的超能者 还是金属性的 古通来忽然出现拦住了李赞 接着双手更是化作两柄机枪无情扫射 李赞轻轻推开祭词 脚下闪动诡异步伐一步 只是一个瞬间便来到了古通来面前 右手一拳狠狠击在男人胸前 古通来迅速反应过来 右手化作一柄无情长刀 笔直地刺向李赞 却被少年轻轻一晃便躲了过去 随后更是紧紧抓住古通来的手 狠狠地将其摔倒在地 不过男人的反击却是来得如此之外 只见他大嘴一掌 能量汇聚于口中 一个瞬间子弹便如大雨人倾泻不出 不过带烟雾散去男人也是惊丹了 李赞的手上抓满了子弹 这速度也慢了点啊 古通来还在思索什么情况 李赞却早已高抬预读来到兵器 剃了个对船 幸好古通来还有点能力 下落之际早已变出了全套战争 眼见李赞追击而来 古通来赶紧变化出激光武器进行反击 不过却根本挡不住李赞狗妹般的速度 少年只是一个侧踢便将其击飞了树 不带古通来有所反 李赞紧接着便施展失业蓝光 毁天灭地的能量直接穿过酒屋 经得下面的沉积满头大汗 小祖宗男可千万别出人命运 遭遇重创的古通来单手成功 少年你到底是什么超脑 李赞缓缓出生 你就当是超脑了 你我实力差距过大 不惜丢掉性命也要为那拉西战斗吗 古通来从腰间拔出一根针 受人之托中人之势 我既然加入了东方家 那么今日无论如何我也要完成任务 随着药剂的助力 李赞明显感觉古通来体内的力量正在暴力 有点像是灵力 又与灵力有微小的差别 此时古通来双眼猛地睁开 双手化作激光武器横扫四方 而李赞的护身气盾也第一次有了小小力 随后李赞打了个响指 召唤出了地狱三头犬 面对巨大威胁古通来丝毫不敢小觑 手中变化出数颗手雷扔出 数据的爆炸虽然无法伤害到地狱去 却将其推飞了数米之远 趁着这空隙古空来急忙变身 无数的炮弹如暴雨般袭去 然而他却没有发现李赞已经来到了他的身份 手指轻轻地点出了一锦 超能世界强者为尊幼武 修仙正道 永不落幕 人人只是轻轻地施展了一道仙法 净引动天青是两大家族虎兵 哪怕身为东方家的少主 也难逃被人殴打的悲惨秘密 就在刚刚 李赞一箭重创了古空来之后 祭祠一把便扑了上来 想看看李赞有没有受伤 毕竟对方那使用的可是热武器 李赞随即让少女不要担心 那东西伤不了自己 随后的祭祠便被划小的三头地狱拳 给吸引过去 毕竟毛茸茸的修够哪个不爱 而李赞也只是随意地说是普通而已 此时赶来的继承天扶起东方原子 只见这位东方家少主面目猙獰地说 本少爷长这么大 还从没有人赶在我面前那么嚣张 无数黑衣男手持武器围了上来 虎视眈眈地盯着李赞二人 东方原硕阴恶了一心 你以为今天还能活着离开这里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谁敢动我顾家的恩公 可有讲我顾家放在眼里 东方原硕一阵差异 这不是顾家家主吗 他不是从不清一现实 我爸曾邀请多次都为议约 为何今日忽然就出现在这里 此时继承天忽然就反应过来 怪不得李赞这傻子那么嚣张 原来背后有顾家在撑腰啊 不闻转向李赞瞬间就变了张力 恩公老朽疏忽 让那些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 二位没有受伤吧 李赞缓缓转身 祭祠受了点惊吓而已 不过今日看在你份上 我就饶了他一命 东方原硕此时还不知即将大难迷 还在那边嘴硬的叫醒 不过下一秒他便后悟至极 顾文竟真的叫手下之人将其抓住 紧接着便是一顿胖狼 此时的东方原硕才知道怕 赶紧向即将离去的顾文求饶 而老头回转身充满杀气的说道 这次只是给你的叫醒 下次再得罪恩公 回到了公寓的祭祀 舒舒服服的泡起了热水 一边洗一边摸着三头犬 自言自语 李赞最近真的变了 他觉醒了十分强大的超能 而且认真起来的时候 样子真的是好帅的 李赞浑然不知少女的那点小心思 此时正聚精会神的看着一本 不良人之天罡传 忽然门口就传来了一阵敲门之声 打开房门就看见一个男人站着 脚下躺着无数的黑衣男 来这里干嘛 赞的强大终于得到了超能者的认可 第一位前来投靠的居然就是补空来 毕竟在酒店之时 李赞本可一店将其灭杀 然而天性的善良 让李赞只是用出了醒见 虽然让对方精神重创昏倒在地 却完全不会伤及性命 苏醒之后补空来便直接来到了李赞的族 表示自己已经离开东方家了 还望李赞能够收留自己 只要能跟在少年身边 自己做任何事都可以 李赞思索了半天 五先前为东方元朔所用 现在又来投靠自己 也不知事和目的 不过今日将其重创 仅仅半日他便恢复卢出 弊于常人的体格和超能 以后多少能派上些用者 想到这里李赞便让古宫来守好房门 先证明自己能为其所 此时的祭祠当炮完早空门 听见对方便询问少年何人 李赞刚说了句是古宫来前来 以后会追随于我 房门便又被人敲下 本以为古还有何事 没想到开门一看 竟是顾天真这个丫头 说是奉爷爷的命令 带来了无数的奇真财量 祭祠心里暗暗不说 这么多好东西 不愧是下品前的铺垫吧 李赞看着满满两大箱的财量 表示品质确实不错 不过要断法宝的话 自己还差一个段 闻言顾天真眼前一亮 自己的爷爷刚好 有一个段炉迹 存在炉铺店中 但是运输不便 需要李赞自己前去以后 于是在第二年 李赞随顾天真 前往的张老爹 一进门便看见了 被封印完好的段 不过李赞只是 稍稍瞄了一眼 便认定是个大戏 奉劝老板早点扔了算数 而在店内某处角落 散发出的灵气 却吸引住了李赞 少年扭头问向老板 里面藏了何物 谁料张老板 却是一脸惊恐的表示不行 里面的东西 自己花了很多钱 才封印起来 要是放出来麻烦可就大了 但是超能界的法宝 何等稀少 李赞今日势必要看一下 而随着越靠近大门 灵气越加的充沛 不过就连李赞也没发现 头顶的房梁之上 一个黑影在虎视眈眈的 看着三人 随着房门的打开 一个五角星阵 直上端端正正的放一个断 李赞一看便知 此乃一顶尚铺 而随着少年将其封印紧开 里面的恶鬼便扑面而来 想到堂堂的东方少主 也会有一天 被自家的管家踩在脚下 而发生如此的情况 仅仅只是因为 不天真的一个变化 原来就在刚刚 李赞将颅顶的封印解开之后 里面忽然就窜出一只猪腰 大吼着要吃了众人的脑 李赞本想单手阻止这头封猪 不过却没想到猪腰的力气 其大无法 一不留神 竟被撞退了数女之远 眼见猪腰即将再次袭来 李赞右手双指合拢 凌月剑法第二时 闭划无息 此件强大的冲击 结结实实地打在猪腰身上 经受不住的猪腰 缓缓瘫软 庞大的身躯缩小成了一只迷衣行足 李赞缓缓上前 唯我所用 否则死了 顾天真和张老板 见识了急忙上前 但是李赞却是迷而不合 双指掐绝发出一道攻击 只见一名黑衣人 从黄梁之上落下 李赞刚要上前问话 黑衣人忽然就放出手上猪丝 将其脖子缠绕 准备施斩减杀 不过下一秒 却发现自己那笔章丝 还要坚韧的猪丝 竟在少年的脖子上纹丝不动 李赞轻轻地拉开脖子上的猪丝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话音一路 身后猪腰猛然醒现 一击之下便将黑衣人 吞死过去 猪腰张开血盆大口便要吞死脑 却忽然愣在了人 背后传来了莫名的杀疑 寄入我政党 从前那种邪道陋习应当受联改 随后李赞开始检查黑衣人的身体 却发现无任何东西 只有手腕之上刻着一个六等心症的标准 张老板见状大吃一惊 这不是血魔教会的标志吗 据说这个教会乃是存在了上千年的超能杀手 他们不属于任何事 只会接受名门贵徒的委员 李少爷你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人啊 在得知李赞的对头是东方家少爷之后 张老板也是牙口的 而顾天真气的直接就打电话给他 电话那头的顾文面露杀疑 转告恩公 此时顾家定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的东方袁硕 猛然发现背后出现了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汗 顾尤芬说的就把他抗出了酒吧 随后并将其甩在了一辆豪车之上 东方袁硕还想叫嚣什么 却发现坐在副驾驶竟是东方家的管家星云 随后两人来到顾家府庭 一下车星云便抓着东方袁硕的头发前行 并亲自在顾府门前摆视 将来东方家定不敢再冒犯小云 而东方袁硕也将剥夺少爷之位 李赞在上方打着 顾老爷你找我前来就为了这事 谁料顾文语出惊人 当然不止 小有要的东西 老朽已经找到了 从来没想到顾文的决心如此之大 为了帮助李赞能够进入一季之地 静不惜派出自己的一对亲孙 来参加黑鸭死豆厂的死豆 要知道死豆厂的老板都有些怪题 即便顾家再有钱也无济于事 而此时的李赞却毫不知情 正在家中摆弄着新带来的炉子 在将顾天真带来的排料悉数倒入鬼炉之后 炉子的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随后猪妖手捧三件法宝而出 虽然形状各不相依 但是都有不抵攻击 抵挡助击7的修饰攻击完全不在话 就算杰丹7的攻击也能呈下树击 走出房门李赞看见正在于家的祭祀 便很顺手的将护身项圈 带在了少女脖子上 祭祀哪里知道此乃是护身火器 还想着李赞这个傻子终于开桥 而房门外骨碰来一如既往的神明 李赞也不废话 将护身手镯赐云他 表示此物可以助他修行 务必保护好祭祀母女 随后李赞随着顾家兄妹来到了遗记者 一路之上竟听闻兄妹二人居然要参加死豆 而原因竟然就是自己要去的遗记者 那是死豆厂老板所发现的 而其性格有些怪典 就算顾家知道后组施压也无济于事 一定要让兄妹二人去参加死豆采访 而爷爷在考虑了许久之后也是答应下 毕竟要是和死豆长道的不如好 难免会耽误李赞进入遗记 李赞思索片刻还是放心不下 表示二人可有万全港口 兄妹二人对视意 认为自己虽然极别不敌 但是兄妹二人都是上等的超脑 就算打不过对手 保住自己的性命没啥问题 李赞常叹一口气 换作以前 怀有此心态的凶势 都难以活到助击 这兄妹二人真是不知人间心酸啊 于是李赞轻轻扶住天真 双手掌指定 一阵阵奇怪的感觉 远上少女心 顾天爵还想问问妹妹的情况 却被李赞反手溢出 就点在胸口之上 随后顾天爵的超能变整个失控 身上冒出了熊熊烈火 而李赞却表示让顾天爵专心感悟即可 果然随着心情的平复 顾天爵感觉原本躁动不安的火焰 没有在焚烧自己的身体 仿佛自己即是这火焰本身 李赞缓缓走向遗迹大门 回解开你二人的气血 此为找到遗迹的奖赏 闻言兄妹二人栖气低头 谢恩公指点 日后定为恩公赴汤导火 在所不辞 李赞的遗迹之行还没开始 便遇见了麻烦 门口居然设立着一座阴符夺魂镇 哪怕李赞利用大镇弊端分出残魂而入 里面也有着数量巨多的是魂兽 更要命的是在大门的背后 居然还藏着一头上股凶物 注金夺魂兽 就在刚刚 李赞带着兄妹二人进入死斗场大门之后 里面混乱不堪的场景 着实震惊了顾家兄妹 打架斗殴都是常态 可要闹事的不在话下 此时忽然窜出一个中年小卡拉 对着顾天真便要上下其手 不过下一秒便化作了人形塔克 直接飞出 眼见有陌生面孔闹事 一双大手忽然就搭上了李赞的肩膀 正是里面的红环禁忌者洛杉 眼见新人闹事便想来耍耍威风 不过明显这次他却惹错了 李赞充满杀意的眼神让其不含而立 与此同时死斗场分场的场主 向南杖端出现 表示这几人都是自己的贵客 刚才的事情就此作罢了 各山一边碍于场 一边又觉得李赞高声莫揽 于是便借着台阶骂咧咧的走 随后几人随着场主来到了办公室之内 一进门李赞便感受到了来自一叽的灵气 不过在其细细的感受之下 竟发现整个一叽被一座阴符夺魂阵所包围 此阵能将闯入者的魂魄夺去 不可贸然进入 于是李赞便要场主先为其准备一席作物 遗迹的事情稍后再说 兄妹二人文言万分心心 有了李赞在场心里的底气都多了 片刻之后 场主便为李赞准备好最佳观神位 不过李赞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上 他知道阴符夺魂阵虽然会夺去闯入 但此阵法存在缺陷 那就是对残魂完全无效 于是李赞便愤出了一缕神魂来到遗迹之中 刚进入便发现大阵有所变 一边的石像竟犹如薄雾一般向起行来 看来遗迹的主人早就料到 会有修士利用残魂前路 故而设立下数尊是魂妖进行来的 不过这些雕虫小技哪里难得倒李赞 只是一声轻贺 磅礴的灵气便自李赞的周身炸开 无数的弑魂雕像都化作了碎石裂开 而就在此时李赞猛然一惊 毕头生着三眼的红色巨兽猛然扑出 居然是上古凶物驻精夺魂兽 紫王决斗场果然危机重重 仅第一回和顾家兄妹便身处险境 顾天爵直接被阴的双目暂时失明 顾天真更是被对方超能克制的死死 不过李赞却是完全不担心 因为好戏这才刚刚开始了 就在刚刚 李赞的一缕元神遭遇了一记大阵的埋伏 不但有着众多的手的尿 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头助击尊魂首 不过身经百战的李赞哪里会怕 轻轻一个闪身变魂过去 身后凝聚出无数剑影 一招被迫见到直接便将巨兽斩杀 不过李赞立马发现不对 无数经书文字涌现 正化作能量准备促活巨兽 好在李赞的剑影无双 既可斩身又可斩心 区区的文字力量更是不在话下 而就当李赞干完一切之后 竟听见了不远处传来救命的喊事 一个眼镜妹竟被人用锁链捆绑于正法中央 李赞一击将妹子的锁链崩断 表示想活命的话就回去自己的身体 这里不是凡人能够来的 随后自己则是坐在地上 开始破绝起争 此时的比赛正好来到了顾家兄妹上台 场外的观众激动万个 不知道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们都能成多久 有不少人都压住了对面的末世兄弟 此时弟弟末后心思重重 不知道万一伤到对面顾家兄妹的了 不过哥哥末前却是一脸坏小 表示死斗场内生死自负 丢了小命是他们自己过来 随着比赛的哨声响起 顾天爵双手燃起雄雄猎 向前推进 妹妹则在背后施展冰锥术进行业 不过就当顾天爵的烈火拳即将打到墨前去时 对方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避开局 还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向顾天爵劈起来 天爵回身一腿却又完全踢了骨龙 墨前早已转到了少年的身后 手上一把就洒出了不知名的液体 正中顾天爵的脸庞上 导致其暂时什么都看不起 而后更是狠狠一刀就劈在顾天爵背上 天爵眼见哥哥招人暗算 刚想回头帮忙 却被末后抓住机会用大石击倒 眼见形势已经开始一边倒了 李赞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胜负才刚刚开始 顾天爵缓缓起身 以前的自己确实无法改变现在的状况 不过现在经过大师的指导 自己早就经非戏骨 给我吧 过前面对大伙的焚烧心有不感 我刀上涂有剧 为何你还能行动 顾天爵灿烂一笑 你这黑市里买来的廉价毒 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而一边的末后还想帮下哥 转瞬之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冻成了B雕 而始作俑者正是刚刚还躺在地上的顾天爵 面对兄妹二人的攻势 末世兄弟也只好慌乱地求饶认识 至此顾家兄妹的第一场比赛赢得了胜利 紫斗场内居然还有如此之人 敬畏了一己私奋 准备当众跟李赞决一生死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他将面对的是如何强大的对手 就在顾家兄妹击败了对手之后 场上一边哀鸣之声响起 不少的常客都以为这对傅家子弟乃是花拳袖统 大部分的筹码都是压住在队里 现在可好都赔得一干二几 而顾家兄妹下台之后便直奔李赞 希望能够得到恩人的赞赏 李赞表示两人的表现虽然乏善可善 但是也并非不堪造就 日后精进自身修为人可有所作物 就当三人谈话之际 边上忽然传来了一声恭喜之声 正是死斗场的场主向南端请 借此机会顾天爵也趁机提出了一记之心 不料向南端却让顾少莫及 刚才有位红环竞技者指明挑战的赞 所以事情还可能要推迟一起 顾天爵刚想破口大骂 就被向南端压了回去 堂主表示黑鸭死斗场有自己为止 红环指定的对手必须应战 否则将会终生禁止进入死斗场 顾天爵还想说些什么 李赞却早已战棋表示无妨 自己参赛刚好可以给兄妹二人关闻 但是能参悟出多少 那就只能看儿等造化 闻言顾家兄妹感激不尽 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随后李赞佩戴手环进入民内组组 检测人员惊奇地发现其身上的力量 明明要比能力者强上手 但却又不是操纵者 而且身上又感知不到任何操纹 不过鉴于是场主的分子 也不管那么多就将李赞送入了场内 而他的对手正是有迷运之源的血魔路线 在前面酒吧丢了面子之后 洛杉便一直想着找回场 现在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 一上来便火力全开 将身上血液化作刀工手机 强烈的攻击打得到铁护盾上一阵阵波来 李赞明白对手还是有点 要不是手环限制 恐怕能瞬间突破到此防御 而洛杉眼见对方只是防守 攻势一波波地接连而来 李赞也不惯着 单脚一跺便将地面阵随 随后运用灵力以尸为剑 一招臂滑无息乱射而出 洛杉抽出血液直接来了的对护 却不料李赞手持实剑突定而来 结结实实地打在其胸口之上 雕虫小鸡 也敢搬门弄斧 变魔洛杉不愧是死斗场的佼佼者 来了李赞一招臂滑无息静还能起身 甚至在一瞬间就想到了 破解李赞护盾的办法 只见他双手猛然发力 将地面一块巨石高高举起 并狠狠地向李赞所在之地砸去 就当巨石即将砸上护盾的那一瞬间 无数的血液竟从巨石中钻出 毕童剧烈的爆炸在护盾的正上方炸开 李赞看着消散的护盾微微一想 能够如此短时间想出突破到底防御的毛 哪怕作为低级超能者也是值得赞上 此时的血魔忽然咧嘴一笑 小子你莫非以为我只有这种程度 你流出来的血已经归我所用 李赞听闻猛然看向自己的伤口 不过下一秒脸上伤口吐的血液 竟直接发生了爆炸 磁斗场内一片唏嘘之声 估计如此近的距离 脑袋都要被炸烂了吧 然而此时的血魔却很失敌 为何广播还不宣布比赛结束 此时的李赞缓缓出现 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强上去 不过也就到这里为止 若珊听闻此言直接怒 你小子现在身上的血更多 不幸再来一次你还不死 然而血魔的如意算盘还是落魄 几道灵力金针飞来 点在他身上各处药血 沙纳之间若珊便可救 自己居然无法调用体内的超能 而李赞却是双指合路 绝续剑是第二招瞬间斩出 精神受到重创的若珊直接贪忍在你 周围的观众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毕竟普通人是根本看不见精神之剑 随后李赞便和不佳兄妹来到了遗迹门口 这一次湘南端也是很客气的当起了李伍局 一路之上还询问李赞等人为何要去遗迹诊 自己说那里会死人并非威严 自己的女儿就是误闯其中 结果像是个植物人一样陷入了陈迟 李赞顿时明白 阵法中央那个眼睛妹就是香肠主 随即出言表示另爱也无法 还没等湘南端反应过来 兜里的电话便已响起 老爷 刚刚小姐醒了 李赞缓步向前 厂主去陪女儿吧 我已知晓一技之处 不用领路了 而在死斗场的诊所之内 若山却遇见了一个人 正是好久不见的东方元术 看来一场新的阴谋又要开始了 三圈世界难道真的有平行空间吗 不然此界为何会存在着 与李赞所在的修真界相同的宗门 还是说此处修士也是一代大门 穿越到此最终开宗立牌 就在不久前 李赞带着顾家兄妹进入了一技之中 一路上崭新的打斗痕迹 都被顾天爵看在眼里 而顾天真却毫不在意 只是觉得周围的香味变得浓郁了起来 李赞单手使出一个小七星阵 一掌之下便将隐堂的大门显现了出来 一个巨大的头骨树立在无数的头骨之上 只见此时巨大的头骨猛然张负 献出你们的一切吧 李赞眼神异朗 无形的威严散除 吞得下马 下一秒大头骨便出现了道道列宫 随后便直接一分为二 如此表现直接惊呆了顾天爵 顾天真更是化作小宁为崇拜 而当李赞他们三人走向一技内部之时 背后却忽然出现了几个人影 正是东方元朔和血果 其背后还有两名能力不祥的狙击超能耐 走向一技内部的一路上阴生 不过顾天真却发现香气越来越多 李赞突然意识到天真对灵力要寻常修饰明明 看来以后可以重点培养一下 片刻后李赞三人进入了洞府之内 无数的珍藏一宝看待了顾家兄妹 而边上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 更是深深的吸引顾天真 脑海里只有一个想要打开盒子的想法 就当盒子开开的瞬间 一只四眼恶灵猛然窜出 缠绕着顾天真发出怪笑 好一具灵力充沛的身体 以后就归我所有了 话音未落 李赞一技必滑无息就已射出 打得恶灵魂飞扩散 顾天爵趁势上去扶住妹妹 而罪魁祸首也飞入了李赞的手 竟是一块刻着血魄宗的宝玉 先前李赞便觉得 此一技的布置与血魄中相似 现在看到宝玉更是你 为何会存在着 与我的修仙界相同的宗门 不过道法曾约先图共有三千世纪 其他世界存在名号 和习性相同的宗门也不足为奇 就在李赞还在思索之际 忽然心生感应 边上的墙壁竟被一道闪电轰了的吸索 烟尘之中若山缓缓走来 小子 这次没有死斗场手环压制实力 让我给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吧 李赞这次陷入了大危机中 血魔这次找来的帮手 一个拥有无限回复的能力 堪称超能界的肉弹战车 另一个则能将元素超能转化成阻弹 拥有强大远程杀伤力的枪手 而此时的血魔没有了手环的限制 实力更是达到了恐怖的终极操纵者水平 只见他一上来便是三颗血液飞弹急射 李赞一个低头直接上过 不过射在墙体上的血液竟直接开始一望 强大的威力竟然连到底部盾也只能堪摊的 而紧随其后的攻击 更令得李赞防不胜防 无奈之下李赞只好取出一笔场景 随手甩出几道剑锋 却被血魔轻松倒下 还顺势甩出了伤口之上的血液 凝聚成无数锋利的尖锥 李赞双眼一泥 这个招式将血液凝固 血中蕴含的灵力会进一步聚集 所以引发的爆炸也会更加强烈 看来这就是另一个超能种 随着一招到斩无图时 尖锐纷纷被斩的粉碎 而就在此时 那个随血魔前来的胖子却被扑了 李赞随意的一个侧身便躲过去 无料胖子的背后竟冒出无数血液尖准 直接就在原地发生了爆炸 幸好李赞反应及时 灵越剑法缠越必要使出 这才保住了自己不受重伤 血魔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上去 这胖子的超能乃是灰富 就算多重的伤也没关系 代价无非就是重新长出来的脑子 也不知道你们抗下几下人肉炸弹 李赞缓缓起身 若只有这点本事 那便是我高估了 随即少年单手精子剑身 广和闭华将去使出 直接便将血魔放斗在地 就当李赞想给若珊最后一击之时 轻松忽然生出解决之意 随即将剑一横便弹飞了一发子弹 不过那枚子弹在经过李赞身边的时候 却忽然迸发出了一股雷电之意 毫无防备的李赞顿时全身马力 单手之剑跪斗在地 血魔成绩将胖子带了回来 满脸英笑的说道 小子 你不会以为他的超能只是将我的血液凝固吧 世间的各种元素超能 它都可以转换成子弹的弹脑 并在需要的时候释放 它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 而你就乖乖地认命吧 今天你是不可能打败我们的 李赞文言微微一笑 一个响指固然打响 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你我之间的差距吧 赞的二哈终于再次发威 一口地狱火吐的三人退无可退 面具枪手直接射出一发冰弹 形成一道冰墙 血魔则躲在掩体之后 询问为何不将火焰直接凝固 枪手则表示这不是一般的火焰 自己完全无法控制 无奈之下三人散去兵墙 准备先杀李赞 却不料三头犬早已等待多时 血盆大口直接便将胖子挨住 血魔眼见不对 直接甩出了血液炸弹 剧烈爆炸之下 三手犬忍痛不可胖 不过此时李赞一个闪身来到血魔背后 一击上挑却被若珊直接躲闪过去 而身后却传来了子弹的哄响之声 转瞬间便被一股火焰 旋风包裹起来 血魔剑状趁时便想上前甩出血液 不料却被一道剑气直接刺穿 而处于旋风中心的李赞 只是轻轻的一个死 周身的火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的枪手还想趁机脱袭 不知怎么手中的酒吧配却忽然炸他 无穷的火焰之力将枪手整个人都烤到外交里面 弄得血魔满脸诧异之死 难道是超能莫名的事 殊不知李赞早已看透了枪手的超能 只需逆转施法 那么便可以让本源直接释服 而那边胖子的恢复能力在墙 力量也始终有消耗殆尽的事 此时的血魔已经深深的绝望了 忽然就爆发出全身的力量 想要与李赞同归于尽 不过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后 李赞却是毫发无伤 而血魔则是不见了踪远 只在爆炸中心留下了一个血红色的注意 顾家兄妹眼见试了急忙上前 不料李赞却说还没完事 手指一挥直接炸向边上 正是东方元朔阻藏在此 眼见李赞运用灵力举起无数事 东方元朔赶紧跪地求饶 不料片刻过后却发现身上毫无痛 回首望去发现李赞早已流远 鼓起的石块只是当做桥梁慢用 见状东方元朔立刻起身 带着一蹶一拐的伤腿向入口跑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入口之处布满了射魂小妖 普通的凡人哪里能够逃脱 转瞬之间变化为了小妖的肥量 而此时李赞三人来到了一座羊头雕像面前 一把长剑深深地插在羊头之上 李赞一握遍之瓷乃允精打道的宝剑 虽一损坏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剑 而当李赞将宝剑拔出之时 无数的血水忽然就喷涌而出 刹那之间便将李赞整个人淹没 想到血泊中的秘境灵眼居然被人堵 还放了一只练剑水 和博物镇水于此 这对李赞来说不仅是大危机 也是一场不可多得的记忆 就在刚刚李赞拔出了羊头之上的宝剑后 无尽的血水忽然就从裂缝涌出 吓得顾家兄妹连连后退 还以为李赞触发了什么超能陷阱 谁料李赞只是板白手 让顾家兄妹自行处理遗迹中的法宝 而自己则是一脚便踏入了血水之中 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另一处空间 这里正是血泊中的灵眼秘境 要知道灵眼乃是天地初开之际便存在的权盒 世间的所有灵气都是由灵眼所释放的处 不过不知为何此处的灵气居然如此稀奇 就连只生长在灵眼秘境的宿佛花 现在也是奄奄一些 李赞轻轻的捏碎发肚 想让其带自己找到灵眼所在之处 宿佛花也是不复所谓 飘飘荡荡之间便来到了一处广场中央 李赞停下来细细观察 此地正是灵眼所在之处 但是不知究竟何人 竟然对灵眼施加了封印 完全的阻止了灵气的外景 而就当李赞轻轻的触摸封印之时 整个广场忽然就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阵 一只练起九层的夺妇 忽然就出现在了短片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擅闯 禁地拙伏击 李赞刚开口询问何人命名镇守此 夺妇脸直接一跃而起 气势汹汹地朝李赞扑来 眼见对方完全不具备神职 李赞也是只好乐器夺的攻击 落地后使用短剑斩出一招贵破变化 吃痛的夺妇只能演一场小子 李赞趁势一招闭华无息接受 夺妇胸口的铃铛被直接一分为二 整个身体也直愣愣地倒了下去 不过李赞却是一脸严肃之影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才是夺妇真正的面目 红星起身的夺妇更加强大 直接甩出无数的触手袭 李赞瞬间就被捆得严严实实 不过幸好允精短剑足够锋利 几个来回之间便将触手纷纷斩断 面对强大的夺妇 李赞深深地明白 这是危机意识机遇 满是超能的世界助击 是主什么感受 要知道原本的修仙界助击之法 由高至低分为天地人三等 而三者之间有着云彼之底 对修士的影响可谓不可忽略 前世李赞踏遍四海八荒 才寻得一本地阶助击功法地起过来 不过前世自己有师尊相助 才能达到地阶助击 而如今在这超能世界灵气如此细腻 达成助击难如登天 不过自己重来一世 道徒怎能就此后来 纵使前路在艰难闲 今日我必达成地阶助击 心意一定 李赞一跃而起 手中断剑狠狠刺向夺妇的影响 吃痛不已的夺妇只好仰天长相 而李赞却发现随着夺妇的受伤 地上的封印也在渐渐的变 并且天生道体正在不停地吸收封印上的力 那么既然如此 自己拼死一步 也要再次达成助击 想到这里 李赞直接念起了助击口诀 身边的灵力更是快速地朝他引起 随之而来的是夺妇更加疯狂的攻击 不过此时李赞灵力大挤 一手飞剑使得初始入化 不停的攻击将夺妇打的鼓势坎眼 随即便释放了身上的猪对之影 只见瞬间天空遍布满了颜色的眼睛 无数的攻击打在李赞的躯体之上 李赞轻轻地堵出了一个副子 瞬间广场中央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待烟雾散去之后只留下一个巨大的身体 夺妇观察了半天也没发现李赞的身体 以为入侵的敌人已经死了 便转身扭头想让回去封印之中 不过就在此时 夺妇身后猛然窜出一个身影 仅仅一击便将其打的跪筒在地 而来人正是李赞 此时的他不破不立 不伤不起 递接助击已经完美的发展 吃痛的夺妇还想顾忌重施 施展猪醉之眼困住李赞 却不料完成了助击的李赞 已经能欲空而行 一招灵月剑法兵进天下 更是将夺妇给动得严严实实 虽然夺妇很快就挣扎了出来并发起反击 不过这些攻击已经入不了李赞的发言 绝须剑法的第二招型更是升级进化 分化出无数的李赞 仅仅一击便直接让夺妇分崩离析 而在夺妇消失之后 灵眼的封印也随之解除 片刻之间整个大地鸟语发香 就连在灵眼之外的顾家兄妹 也感受到了灵气的福 而在顾家的福 顾文端着茶杯清明的一口 这一天我顾家终于等到了 想到灵眼之内居然封印着一只猫耳鸟 其本体乃是可窥探天道因果的印照猫 天生蓝黄双铜具有极强的魅火功效 就连李赞一部流神都陷了进去 不过猫女的弱点也是极其明显 只要捏住她的耳朵 那么其就可以让你为所欲为 此时东方家家主东方宇安正 和鸡家公子鸡轩商讨事宜 耳边的电话却不合时宜的醒了起来 原来东方袁硕的身上安装了生命检测器 被射魂妖吞噬了之后便发现了 鸡轩看东方宇安愣在原地便询问了事 而东方宇安也是瞬间调整的心态 笑眯眯的表示只是小事而已 自己已经派人前去解决了 随后在一番寒暄之后 东方宇安表示自己要先去准备冤行 让鸡轩先快回忆 不过当东方宇安走出套房之后 整张脸便瞬间的阴沉下来 顾家你们居然敢害死人 等我进入了那个组织 定要叫你顾家家破人亡 而此时的李赞完全不知将要来临的朋友 整个人正盘腿坐在灵眼上吸收灵气 忽然之间灵眼的核心中冒出一个笑 不偏不已的正好落在了李赞生 一只紫色的猫咪猛然窜出 嘴里还嘟囔着说终于是自瘾了 与此同时小猫也看见了面前的李赞 两只一同之间瞬间就冒出光芒 这不是天生到底吗 还是天接助击 要是能傍上这位天骄 自己的猫身部就前途无量了 面对小猫的注视 李赞只是微微的喜爱协议 立刻便一巴掌拍向了地面 吓得猫咪直接一个多岁 瞬间就摆出了防御姿态 想让李赞给自己道歉 而李赞却是选择了完全无视小猫 随后便直接准备回到遗迹城 不过幸亏小猫自爆了名号 说自己乃是鼎鼎大名的应召猫 可窥探天道因果融果 闻言李赞这才稍微来了点兴趣 不过当询问到应召猫 如何被封印在结界之时 他居然满脸忧怨地说自己也不知道 一觉醒来就到这鬼迷号 闻言李赞也是无语 表示连自身的因果都把握不住 忠看不忠用啊 此言一出 应召猫瞬间实话 无奈之下只好放出大招 净化身猫儿娘跃上了李赞的背后 还轻声细语地说 只要李赞肯带她离开 自己愿意成为她的道路 做饭暖床样样都会 只有李赞想不到 没有她做不到的 面对如此诱惑 李赞脸色冰冷地吐出了一个骨子 周身灵力瞬间炸开 直接便将猫女弹飞 而猫女只是邪魅一笑 表示自己看上的男人的背部 李赞这个天生道体 自己要定义 随着命定之同的发动 李赞也陷入了幻境之中 在幻境中李赞肚结失败 而猫娘则成了其唯一的救星 只要与其合作便可度过天际 眼看李赞向其伸出大手 猫娘的心中无比的观念 不过下一秒就耳朵已经 整个人都苏软了下来 知道不妙的她立刻变向李赞球人 换来的却是李赞的一声清醒 灵眼入口之处 顾家兄妹正在修炼 固然之间羊头又开始冒出血水 李赞和猫女缓缓地从水中走出 望着新出现的猫女 顾天爵连忙询问这是何人 猫二娘咧嘴一笑 本猫水游 李道友的心境道理呦 站着老色披静让水游穿上了女服装 还美其名约是让她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 不过水游惊人的饭量 却是征服了顾天真 自己啥时候才能像这位姐姐一样胡吃海喝呢 顾天爵随即说到东方元硕出事 自己家族担心季姑娘和柳太太的安慰 已经将他们接到顾家了 李赞文言松了口气 这样也好 自己办事便不用分心了 而在祭祀家的顶礼 悟空来正和一名杀手对峙 明明李赞根本就不在家 杀手却一定要闯入屋内 解释不清的古怒火中烧 反正讲道理是没用的 那么就打架吧 杀手猛然拔剑 直接一个突刺便洗了上 悟空来不慌不忙地变出盾牌 牢牢地抵挡住这一剑 不过下一秒普遍发现不对 杀手的剑竟然将盾牌直接动出来 而身上被刺中的部位还传来了奇怪的感觉 杀手发出了一阵吃笑之声 表示大家虽然都是同属轻益 不过自己的更胜意图 乃是能将金属腐蚀的衣服 话音未落 杀手直接一个上条拉减 不但将古的盾牌割策 还将其的左肩斩成重伤 而古空来也是发现 自己受伤的肩膀居然完全不能呼 无奈之下只能左手放化出机枪嗓射 一边急速后退撕锁对手 不过机枪射出的子弹 却是完全拿杀手没有办法 一招摇剑便将子弹纷纷弹飞 此时的李赞和水游 已经来到了对面的屋里 眼见形势不妙水游 询问李赞为何不出手相 没想到李赞只是淡淡地说道路 自古以来修饰 都要经过生死历练才能有所长 如果连同级的对手都逮捕 哪里有资格追随自己 此番言论饮的水游一阵白矣 此时的古空来已经穷浮过路 整个人贪软地靠着墙壁走 不过就当杀手准备给其致命一击时 古空来忽然想到自己曾经的事 为了保护自己重要的东西 自己要变得更强 想到这里古猛然起身 一只手飞速地抓住袭来的长剑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 全身的伤势都开始迅速地恢复 杀手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腐蚀之术已完全失效 连忙一个闪步退向身后 此时的古空来缓缓起身 全身的皮肤闪烁着钢铁的光芒 他竟然直接进化成 失机能力者金属 随后古空来直接直拳出击 紧紧一击便将杀手打得飞出树木开外 委屈地坐在地上怒口 打架就打架 暴力算什么鬼啊 古空来不想废话 还想继续出去 不料边上却传来的一声就这样的 回头一看正是李赞带着水油前来 目的则是准备询问杀手幕后祖史 不过杀手却表示自己乃是专业人员 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李赞 李赞脸色冰冷 水油 闻他幕后祖史到底是谁 肩上的水油瞬间化为人形 主人就交给我吧 能得到杀手的消息 李赞竟让水油施展了魅惑之术 杀内奸杀手便进入了幻象之内 一双仙仙玉族正缓缓地伸向自己 而玉族的主人正是杀手组织的头目美 为了表彰杀手手口如瓶的专业精神 梅亦也是决定将自己作为简历 弄得杀手既是开心又是紧张 表示自己一定会将黑水帮发扬光大 而当梅亦听到了黑水帮三个字号 整个人却神情大别 手上一个发力便将小伙送去了极乐世界 楼顶的古空来看着杀手正在发落 好好的小伙子 又一会省效一会发力 还不知看到了啥就忽然死了 此时水游也回过神来 告诉李赞杀手乃是一个叫黑水帮的组织派出 但是与东方家并无来往 也不知道为何要雇人袭击李赞 然而李赞却不以为意 表示直接去看看不就知道 于是在黑水帮的府邸外 几名黑帮成员正在搬运超明几时 一种紧击满弹去女人袭 每等众人反应过来便直接炸弃 发射者正是金属黄涌古空 剩余帮仲还想着用异能降气大象 边上却忽然窜出了水龙魅 一阵爪击便将几人撕裂 还不忘装备的田铁小鼠 真是太弱了 就没人能陪本猫好好玩了吗 外面剧烈的打动声 瞬间便引起了内部的解释 黑水帮的首领王蛇 还以为隔壁白虎帮又来闹事 却不料窗户直接碎开 一个少年手持短剑而入 王蛇一阵大惊 嘴上呵斥着什么人 手上超能却化为一条距离 李赞一剑将气斩断 不是你找人杀我 现在却在这里装傻 王蛇这才反过来 原来你想的就是李赞 看来是有些本事 居然能通过三级防御 来到我黑水帮 怪不得能杀掉我的摇权术 李赞一听便知道了咋回事 一道剑锋甩出变强了 不过边上坐着的少年 却单手应接了下来 李赞眼神一眯 居然是相当于 助击后期的超能者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两人正在谈论什么大事 为了合作成功 穆公子决定出手帮黑水帮一把 李赞还想说些什么 穆公子却忽然发难 一道绿色的光芒猛然射出 李赞本以为自己已经轻松躲开了 却不料身后传来了一阵咔咔作响之声 刚才被绿光击中的木屋 居然化作一张大锅 狠狠地向少年咬来 李赞居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操纵师 其手中射出的超能 居然能激活各种物体 此时几只衣柜组合成 一只庞然大物向李赞醒来 毫无防备的李赞只能向后退去 穆公子眼神冰冷 你要是现在离开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命 听到对面的少年口出狂言 李赞只是微微一笑 这个表情也成功地引起了穆公子的怒 大手一挥 背后的操纵物便吐出了无尽的火 而李赞随手就是一招水中观月 不但将此火灭散得无意的踪 散发出的剑气更是直奔穆公子 虽然被其侥幸躲了过去 但是房顶却在下一秒被消灯了人 此时的穆公子还惊魂未必 却猛然发现李赞已经持剑出来 他立即召唤衣柜 等在自己身体 顺便将桌子内的几领手枪击火 不过子弹的速度却完全跟不上 只是瞬间李赞便已近身 一个上吵便将衣柜披成了两半 望着眼前惊慌失措的二眼 李赞度由地想起了前世的唐能陪 同是操控之术 两者的差距真是淫漪之力 此时穆公子眼见不是对手 直接便将异能解决 随后双手一弹 表示自己只是来谈生 李赞口中的事与己无关 见状李赞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询问幕后之人在 不过他却完全没注意 脚下有着无数的丝线秘密 在一个瞬间便携带着大量石块 结结实实地将李赞包了个纵容 盲蛇起出望外 还想着一鼓作气将李赞解决 而李赞却是不慌不慌 嘴里轻轻吐出四个大子 无声为剑 杀内间要有光芒直冲一向 李赞身上的石块全被震了 穆公子见状还想付于顽卡 却发现自己的操纵物 进临震同院 将所有的攻击都挡下来 剑状木公子终于认识到了 两人的查证 毕恭毕敬地向李赞认识 并表示不再顾问此事 而李赞也不废话手持短 剑被逼向王室 直接就将其斩于马下 而在死斗场的一间屋内 眼镜魅正幻想着 要和李赞生猴子呢 却被父亲一掌 轻轻地拍在了头上 表示女大不中流啊 不过那个李赞确实是个人才 并且死斗场 还有他需要的东西 以后你们一定 一定会碰面的 李赞转换权力的速度 未免快了些 李赞只是干掉了 他们的老大人 手下的小弟便纷纷倒戈 而如此的原因 只是先前的老大梅宜 曾定下过强者为尊的规矩 只要有人能击败现任帮众 那么余下帮众 便会无条件服从此 李赞缓缓走到凳子前坐下 很好 你转帮下梅宜吧 就说黑水帮已经一主 这操作看得木公子 目瞪口呆 这也太狂妄 居然大张旗鼓的挑战 背下的二统领 诸葵一阵窃喜 激怒了梅宜 回来弄死这小子 统领之位不就是我吗 而李赞见到木公子 还不肯进去 便开口询问其还有何事 而木表示自己家族 专门制作药物 旗下有无数放产和药品 但是碍于缺少提衡技术 才不得以和盲设 眼下李赞既然已经掌管黑水 那不如给我木家一个机会 闻言李赞瞬间来了兴趣 要是如果有上瓶草药 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合作 随后便起身 让木公子先回去准备 等到一切妥当之后 便去顾家寻找 片刻之后 在顾家豪宅之内 顾文上来便恭喜李赞 实力大胆 并表示自己刻意 为其选了一座雅君 风水环境极好 对修炼会大有一组 李赞看着沾满了灵气的钥匙 明白顾家也是发了血脂 随即便起身 走到顾文面前 双指合拢瞬间点在气额头中央 老爷子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地边的顾天觉脸色挺轻 因公这是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 顾文便双手撑地站了起来 感受着从脚下传来的支撑 顾文两眼老泪动口 多少年了 不曾想自己 居然还有机会站起来 随后顾文直接跪倒在李赞面前护起 表示自己必定肝脑徒弟 报答恩公 而李赞只是微微一小 忠诚如亡 你会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道夫只是在泳池游了个泳 自己的黑帮就被人给一锅端了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气急败坏 还言明要亲自会会那个少女 而此时的李赞却在顾家兄妹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庭院之中 虽然不及前世自己的动作 不过灵气程度 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完全够 于是在告别顾家兄妹之后 李赞便从怀中掏出了鬼灵等 命令朱妖利用血珠将短界修复 在其等待了七七八十一分钟之后 鬼顶忽然开始剧烈地躲动起来 一股紫气自如内喷涌而出 只见原先残破不堪的断片 现在已经崭心如初 朱妖利公赶忙上前讨要养成 李赞却是一生不忙之吼 整个人腾空而起便 想要试验下新界的威力 随着灵月剑法无形的事 这面整座山峰都被剑气一味了 李赞此时欣喜落空 这威力比前世地阶驻击都强 没想到自己重活一世居然有此计 然而下一秒李赞便可逃 身体内的灵力忽然不受控制 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身体里乱走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朝着下方摔去 不过幸好其没有飞得太高 只是将地面摔出了一个小小的坑洞 李赞还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水游却在一边吃笑了情 原来李赞进入的筑基根本就不是地界 而是传说中的天阶筑基 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云泥之笔 天阶筑基的强大便在于扩大了灵力的数据 使用普通的工法容易使气机外泄 从而流失大量的灵力 水游还表示自己有办法能帮我 不过需要双修采口 李赞一阵无语 接着又询问水游自己要多久 水游表示虽然灵力容易不独消耗 但是天阶筑基可以快速吸收灵气 倒是并无大 不过在金丹之前的话 只有找到高等数法才能避免灵力流失 此时两道身影管固从大门走 穆公子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 李先生 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家族总有些奇葩 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 上次是东方家长子东方元朔 而这次则是穆家长席洛春兴 就在刚刚 穆飞带着李赞来到穆家药园之时 却发现一张通行证完全不够用 毕竟当初没有考虑到李赞还会带个魅力 面对如此尬惊李赞却丝毫不在意 挥了挥手表示无妄 气得水游整个人都要爆炸 穆飞连忙在一边安慰 并拿出了一根百年猫草在水游面前摇晃 水游嘴上说着自己不是一只猫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冲了上去 真是将猫猫的尊严都丢了一地 随后在管家的盖领下 李赞两人也顺利地来到了药园 一进去就是琳琅满目的药材 穆飞表示整座药山都是自己家 李赞看上啥都可以随意拿走 片刻之后 一珠玄接的温灵草便映入了李赞的眼 而穆飞却不知药材的用处 严明药山的外围都是低劣品质 不如去别的地方先看看再说 李赞却表示不用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随后便将温灵草置于双掌之间 催动内力将药材的药性萃取 紧接着双拳猛然一阵 萃取的药性随即飘散一次周 穆飞还想询问李赞发生了什么 却发现其自顾自的向前迈 嘴中还念叨着大道茫茫 落子无悔 巨大的冲击力震惊着穆飞又醒了心理 不过片刻之后便反应过来 药田外围居然被李赞全部过来 还未等李赞开口 一声什么人便从耳边传来 正是穆家长媳妇洛春星 听见爆炸之声前来查看 穆飞还想帮李赞解释什么 不妙看穆飞不爽的骆春星 直接一个大瓜子便删了 下一秒却被李赞紧紧握住了使劳 骆春星哪里肯罢休 一个闪身退了开去 直接便施展了木系超能树林毕业 不过却连少年的鞭都没摸住 李赞嘴角带着意义不明的威胁 就这点不难 骆春星直接暴走 混蛋 这是找死的 家媳妇骆春星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居然会死在自家的药山 而杀他的居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 就在刚刚 骆春星成功地被李赞挑起了木 其身后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木系精灵 木飞见状便知道不妙 看样子嫂子是真的生气了 骆春星小手一挥 催动精灵发出数道攻击向李赞飞去 而李赞却是毫不畏惧 反而想着事实助击七道底的强度 急得慌忙逃窄的木飞大声呼喊 下一秒无数攻击便纷纷打在了倒铁布盾之上 带到烟尘散去 李赞装背地拍了拍衣服 就知道 你是没吃早饭吗 此言一出 骆春星直接炸了 自从嫁入木家之后 还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机遇势必要这少年好看 木飞在一边大声提醒李赞想心 此乃自己嫂子的杀招柳叶迎风 李赞当然明白骆春星的状态 木属性领域能短暂的提升修为 那么下一集恐怕是有结丹七的威力 随着木系精灵突袭喷出 李赞站立的地方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木飞已经绝望地避上了双眼 不过下一秒惊喜马上到来 一生还是太弱地传入了木飞耳 站在原地的李赞居然毫发无伤 顺势还一击掌心雷直面轰出 骆春星急忙召唤木精灵敌 然而瞬间就被掌心雷给轰的吸 攻击的鱼波也让骆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本想看在木飞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样说 谁料骆春星居然破口大骂 说要将李赞千刀万务 在沙光所有与李赞有关之 龙有逆灵处置必亡 听闻此言李赞也不在手上 直接上去掐住骆春星的脖子 手上一个用力便直接将其扶 木飞跪斗在地 这下子是真的晚了 自己的嫂子死不爽 连药田也被滚了大碗 自己家族问对下来怕是难逃一死 不料李赞却在此时燃起灵力 嘴中默默念叨 以我身灵 滋养万务 万象生穷 天道归圆 话音一落 所有的药草便全部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而李赞更是引来无数灵气 汇聚成一块拳头般大小的金石 此时的木飞喜笑颜开 有了李赞精实的保证 家族振兴不过就是时间问题 片刻之后李赞回到了自己家中 厢房之内居然传来了顾天真的救命之声 李赞想也没想便冲了进去 下一秒整个人便呆愣在了营地 人死了老婆却一脸开心 只因他得知罪魁祸首将给家族带来无尽的荣耀 有了财富之后 什么样的女人还怕找不到吗 就在刚刚 李赞冲进了厢房之内 映入眼帘的却是两女嬉闹的场景 李赞慌忙退出关上房门 脑海里的图像却是怎么也挥着你去 水游看着红着老脸的李赞急忙上前 表示少年如果有任何需求 自己都可以帮忙进去 眼看李赞没啥兴趣 水游马上又提出自己找到了防止灵气消耗的门 文言李赞立马来了兴趣 只听水游说有一种丹药叫结灵丹 此丹不仅可以减少灵力消耗 还能稳固倒心 增加冲击结丹时的成功率 文言李赞表示自己从未听说 究竟是要从何处获得 水游跨坐在李赞身前 让姐吃饱了 就告诉你在哪里 关键时刻顾天真拉着祭祀前来 一进门便发现了貌似情况不对 心虚的李赞只能一把飞开水 并先开口询问祭祀怎么回到这里 祭大小姐扭扭捏捏的本事 自己有事要拜托李赞 而且自己只想单独和李赞一个人 望着远去的二人 水游的心中警铭大响 该不会李赞有喜欢的是这一类型的妹子 而在庭院之中 祭祀也向李赞吐露了心声 原来顾天真和她说了最近的事情 自己总觉得一点忙也帮不上 所以这次他将李赞约出来 便是想要他知道 李赞思索了半天 却投入出步行二字 伤心欲绝的祭祀转身变要离开 却又听见李赞加重了语气 超能太弱了 我要教你 休息 而此时的穆家会可听 一名男子匆匆跑来 正是穆家长子穆琴 一进门便向家主诉说自己老头之死 与此同时穆妃也曾要远卡 并从怀中掏出了李赞恋化的金石 虽然得到了家主的认可 但是死最可缅 我最难逃 之后金石生意由他大哥穆锦琴接口 而自己暂时禁足三个月 望着得意洋洋的大哥 穆妃也是冒出了一句 李先生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 李赞的修仙之路终于要开始 而代价则是放弃了自己的治疗戏超能 不过为了能和李赞一起 妹子也决定冒险一事 于是李赞用出了绝须剑法些自觉 掩在了祭祀各处穴位之上 瞬间祭祀便感觉整个人疼痛欲绝 周身的经脉仿佛被撕裂了一半 而李赞却表示这是正常现象 自己运用内力打通了祭祀的经脉 为的就是让祭祀能尽快地感受到灵力波动 随后李赞还让祭祀试着将灵气汇聚在身心 慢慢地感受灵气的波动 再随着意念释放出来 下一秒一声清响便直接出现 季妹妹泪水横流 果然自己就是一只菜鸡 然而李赞立马便发现了一件事 周围的灵气居然不停地朝着祭祀用 妹子居然是罕见的空灵根体 要知道当年有前辈便是空灵根 自创了无视天道规则的功务 甚至构筑了令仙界为之忌惮的一方世子 此时的祭祀看李赞满脸笑 还以为其在笑话自己 不料李赞一个转身 表示今日先到此位子 罕见灵根需要置存灵气来修炼 自己先去解封灵眼看书 而在相访之内 悟天真正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电视 新闻直播表示最近女大学生平凡失踪 警方希望大众能够提供有用限 于是在祭祀说要出去走走的时候 悟天真也是很贴心的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而来到沐家的李赞也是忽然发现 迎接他的居然不是沐飞而是另有其人 男人一上来便自称是沐飞大众 沐飞由于生病在床不方便见客 所以由他来接待李赞 李赞转头就离 自己又不是和沐家做生意 没有沐飞再有啥好他干 沐启明还想拦住李赞去了 却被一句话给对了 如果不想和你夫人一个下场 那就快过 沐启明看不惯李赞却又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赞离去 随后水游表示自己能靠气味中的目标 结果两人在荒郊野里 到半天却毫无踪迹 又走了大半天之后来到了一处仓库所在 门口有几个卡拉米正在打牌 看见水游妹子还想上来乐呵乐呵 却不料是遇见了硬查 三下午除二就被打倒在地 而当李赞拉开仓库大门的一瞬间 关押着无数少女的笼子出现在了眼前 方家近丧心病狂地开展的人体实验 这次居然连不加的大小姐也敢吓唆 就在刚刚李赞打开了仓库之后 无数被关押在笼子里的超能者出现在了眼前 水游不解地询问李赞 这些不都是超能者 为何会被外面几个小塔拉给困在这里 李赞微微瞥了一眼 便表示所有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手段给封住了领起 但是仅凭外面几人是肯定不够 此时仓库的顶端忽然传来了一阵沙沙之声 一个半人半蛇的物体出现在了房梁之上 水游慌芒摇动着李赞的歌舞 蛇 有蛇 上面的蛇人舔了甜紫色的紫色 没想到手仓库还能剪得好保护 把你的超能献上来吧 李赞文言呵呵一想 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人妖双修体 好像有那么的意思 上面的蛇人文言直接炸了 说我人妖 那你就直接给我去死吧 不过尾巴扫动了顺利 一层金色的光芒网罩住了李赞 眼见物理攻击毫无效果 蛇人立马发动了美毒杀之眼 期待在铜树的作用下 李赞会直接发动 而李赞的天眼也不是吃醋 一是天起破直接发动 不但将铜树完全化解 就连蛇人头上的美毒杀之蛇 也全部烧着 这种感觉让蛇人感觉 就像暗门上的肉 巨大的恐惧之下 蛇人火力全开 煞内间李赞站立之地 只剩下金光碎底 蛇人站在原地自海 只可惜了那么美味的超能 话音未落 李赞便已同一边杀出 绝须见一网字绝字指尽暴水 耀眼的金光盾时 闪电了整个汤 而当水游醒来之时 却发现蛇人 已经被李赞给口藏一个字 在李赞的逼问之下 蛇人表示自己 只是东方家的一个实验体 当时自己被东方家 关进一个透明的容器 随后便注射了特殊的容器 醒来之后 自己便变成了这幅模样 李赞听闻之后 便让水游处置蛇人 自己则在仓库深处 寻到了木飞的踪迹 将牢笼打破之后 便询问木飞为何会在此处 而木飞表示自己大哥 让其送灵直到屠宰场 不知为何到了以后 便浑身无力当场晕倒 听到屠宰场草药 和妖修三个关键词 李赞忽然想起了一个美爱 对上了 就是他们的手段 为了能得到 灵气外泄的缓解方法 李赞竟不惜 跟水游小姐姐玩起了暧昧 借助天道猫高超的幻化技术 伪装成木飞 进入东方家内部 此时一辆重装卡车 缓缓驶来 稳稳停下之后 便从车上跳下一个黄毛 看着凌乱的地面黄毛 询问蛇人发生了何事 蛇人则表示 只是有几个小家伙想要逃跑 自己料理的而已 随后表示 K博士要的木家小姐 就在仓库门口 黄毛细细打扬了一番 确认无误后便装车走 而仓库门口赫然又出现了一个木飞 还询问李赞前去会不会危险 原来就在之前 李赞从蛇人口中得知 对方马上会派人来取 原本自己也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此时水游竟表示 阻止李赞灵气外泄的办法 就在这些人妖审上 而且自己也有办法帮其混入地方内 不过要先奖赏一个乡物 自己便可以告诉他 看着水游越来越近的小组 李赞毫不客气的捏了手 说正是 眼见少年不解风情 水游只好说出想法 自己可以用幻术伪装成蛇人 再将李赞装成木飞 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混入东方家 在得到李赞的同意之后 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而此时的货车正行驶在大陆之上 伪装成木飞的李赞在笼子里四处 记得当年有一魔门名幻地 自创的明灵化魔爵 能吸收修士的灵力神魂等一切物理 修炼此功法的人修行速度的一款 但极容易遭受反噬 此时货车猛然停下 黄毛下车将李赞拖出 带入一条长长隧道 隧道的内部开闭着无数的房间 疯狂的哭喊声自里面不停地传出 忽然之间一股气息让李赞不含而立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应自己感受到危险 随着进一步的深入 黄毛也来到了名为K博士的实验室 而K博士明显在做着什么实验 暂时没空理会所谓的木架抢 不过李赞却发现了两个熟人 正是当初在黑鸭死斗场的末世兄弟 此时的K博士将不知名的药物 注入了导管之中 蜜蜂舱内的末后忽然就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便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蜜蜂舱给砸了个稀烂 随后更是直接向K博士扑去 没想到边上艺人动作更快 直接一记火焰拳便砸了火 K博士恼羞成功 丧气把他给我收拾了 再这样下去我的实验室都要火 接到博士命令的黄毛右手放发出熊熊 只是一个喷发的瞬间便将墨后直接侦发 此时的K博士放下心来 真不愧是我最出色的产品丧气 来人啊 再给我推一个实验仓出来 我要让穆佳小姐试试新药的威力